其实我觉得做香炉 香炉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 首先它原来是宫里面使用的一件器物 那么一直传承到现在 它中间有个断层 那么我们经过几十年来说 一直在复原它 包括创新 那么铜炉在文文圈定义为杂像 杂像是什么呢 就是包罗外相 那作为我们制作的手艺人来说 就要了解到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知识 你这样才能在铜炉上面 铜器上面更好地表达 我们古人自古就是 焚香祭天祭祀 就是对上天就有一个崇敬之心 那么炉是什么 其实在古代来说就是礼器 作为一个焚香的礼器来说 又是和上天沟通的这个媒介 那么我觉得它的地位 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设礼器到了明代之后 文人特别推崇 因为它本身就铜炉很素雅 素雅本身就有宋代人的这种美学 这种中庸之道在里面 那么有这种文化在里面之后呢 文人就特别推崇 那的确也是 当一只炉子你放在一个空间里面以后 就传统炉行 你就会被它所有的气场给震撼住 就你的心会一下静下来 所以我说铜炉在我们无论是古代也好 还是当代也好 它地位都是非常之高的 铜炉制作过程有几十道 其实我就挑重点几个来讲 第一个就是塑形 塑形就是它的 就是用油泥去塑这个形 拉这个胚 那这个是第一步 但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如果形没有塑好 那后面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入门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先看其形 形塑完之后 就是我们的第二步 就是塑造原模 原模是什么呢 你要一直能传选下去 不让它变形 因为比如说我这个 泥霹拉完之后 它可能有时候用了一阶段之后 它就形就变了 那你要找到当时的这种心境 去雕塑这个泥模是很难的 因为酱仁在不同时期雕塑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就是铜的配方 一个是温度也好 溶点也好 还有就是它搅拌的速度也好 都会影响到配方和比例 那配方是决定了炉字后期的一个状态 炉的好坏 一个是形 一个是配方 配方就是后面的压手感 它的声音 它的材质是否是保光内敛 温润 这都和它的铜的质地有关系 那么还有就是打磨 打磨是呢 如果说你这个形 比如你雕是这样子的 胶住之后 它会有变形 变形之后需要靠打磨去整形 整形完之后 你打的比如这个圆 你不能说我雕出来是圆的 打完之后就变扁了 就是打磨手法 所以说打磨也是很重要的一道 它必须去理解 就是如果你叫别人去打 它很难去理解 如果你自己去打 你就要去看 比如说这个东西 当时我是怎么雕的 对吧 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去做 但中间还有好多步骤 我觉得我们要细说 但是核心的几个步骤 就这几个 要传承下来这门文化 这门手艺 首先解决温饱 就是说白了 你生存问题解决了 你这个能做成一个产业了 你才能让更多年轻人进来 如果说我们是有情怀 但是你别人不一定有情怀 他不一定会放弃 很世俗的东西来追求这个情怀 这是很现实的 那只有解决这个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普及化 他得让更多人去接受 然后呢我希望更多人去解读 或者不说解读吧 就哪怕你看到这些作品 你已经想到 比如说我之前刻过一个就是这个 上山落水水 实在一万万不争 而道德经历的一句话 那看到之后 你可能会对你人生中有一些启迪 这一直是我想去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后来就觉得 现在是解读很快 他没有很多时间过度去解读那些东西 就是人都很复杂 他只会觉得这好不好看 适不适合我 就精神而已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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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